美国两计杀招袭来 要把中国前进道路阻断 中国该如何破局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中成talk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美国对华发起军贸和芯片挑战 中国该如何应对呢 近期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双方的矛盾更是摆在了台面上 而中国一连串的应对方式 表现了高超的外交手腕 不但完成了对台海地区 常态化军事演练 同时也逐步减少了 与美国的贸易往来 让本就面临崩溃的美国经济 雪上加霜 估计美国现在发现 中国已经成为了 无法轻易撼动和威胁的国家 终于拿出了自己的底牌 据外媒报道 近日美国五角大楼 设立了一个高级官员组成的特别部门 对抗中国武器 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渐增长的影响力 据说这个工作小组的名称叫做老虎队 这个工作小组可以用极为简化的相关程序 来加快美国对盟友 以及合作伙伴出售军备的速度 当然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抢占中国 在海外的军贸市场 这样一来 迫使中国所制造的武器难于出口 不能通过外销来弥补一些研发时 所花费的巨额经费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快速迭代发展 美国的这种行为 很明显是想通过旁门左道的方式 来遏制中国的前进脚步 虽然看上去这种策略 没有正面对抗来的威力大 但是却更加的阴毒和难以防备 对此呢 中国必须保持万分的警惕 也不能任由美国的阴谋轨迹得逞 不过呢 似乎美国还并不满足于此 近日 美国商务部长又公开表示 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的企业或者公司 至少在十年内不能在中国建造前沿或先进的技术设施 否则美国就会对其进行最严厉的制裁 分析认为这是美国近期签署的芯片法案的加强版 可以预想美国依靠这些政策会逐渐的让中国在芯片技术上找不到国际上可以合作的对象 以往美国总是打着自由贸易的借口让中国企业去美国发展给美国经济注入活力 到了中美博弈的关键时刻 美国终于原形毕露 毫无底线 再也无什么自由贸易可言了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那些芯片巨头企业如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等 对于美国开出的这个条件没有表露出反对的态度 毕竟美国所给出的补贴条件也是下了血本的 美国的上述两极杀招可以说是要将中国前进的脚步断绝 我们该如何破局呢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 封锁个十年八年 中国一切都有了 曾几何时 美国在航天领域上对中国也干出过类似的全面封锁事情 但是中国最终还是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如今中国空间站正在建造中 中国的航天技术也完成了弯道超车 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 与此同时呢 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举国体制 史无前例的重视芯片领域的技术研究工作 推出相关的政策来吸引保护和鼓励芯片技术人才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追赶的基础 我们也应该看到 美国虽然还保持着世界第一的位置 但是也正在急剧的衰落 所以不可能所有的半导体企业都愿意听从美国的指示 那么中国就应该继续与更多的国家进行友好的交往和贸易往来 同时呢 也给出优惠政策鼓励那些半导体企业来中国现场 找到机会与他们合作 打破美国的封锁 相信以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5000年文化底蕴 美国对中国以军贸和芯片封锁方式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 用不了多久 将不攻自破 好 各位网友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